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斯呼吁建立太空军,作为军队的第六大军种,和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分开,但是处于平等地位。 然而,这份计划已经曝光,立刻引来争议,导致国防部决定推迟将该计划提交国会的时间表,美国空军也对该计划表示不满,美国空军是目前美国太空作战的主力,将美国空军的一大部分功能剥离出来成立新的太空军,实现的难度很大,周期会很长,美国众议院议员们对创建新军种也没有表达太多兴趣。 此外,在国会要求审阅报告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向国会发出一封信,反对创立新军种。 在去年10月的这封信中,马蒂斯表示,军方要集中精力,削减管理费用,并整合联合作战功能。 他不认为在这种时候有设立新的组织层级的必要性,然而,美防长的态度,近日,却发生了大转折。 他的观点已经与特朗普趋同,认为太空就像陆地、天空和海洋一样,是一个战争领域。 马蒂斯周二7日表示,我们必须把太空看作一个发展中的战争领域,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我们能建立一个作战司令部。 他强调,国防部完全同意特朗普对美国太空资产的担忧,认为其他国家有能力攻击美国的太空资产。 马蒂斯甚至放话,一定会促使国会通过该计划,一切都在总统的指示下稳定推进。 报道趁美国宇航局局长此前曾表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依赖于太空,如果失去GPS信号,日常生活将寸步难行。 他认为,全世界的敌对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削弱美国在太空领域的能力。 另外,美国军方人士还担忧,其他国家有能力摧毁轨道卫星,这对美国的77颗军用卫星形成了潜在威胁。 报道趁,曾有一份草案透露,五角大楼准备在年底,前创建第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专注于太空方面。 美国太空司令部的设立方式将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和美国网络司令部类似特种作战司令部督管各军种的特种部队,美国网络司令部则督管各军种的网络行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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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